好 接着我们来到了圣杯A 传统上圣杯A呢 它与宴会有关系 你看它那个杯子上面都 流出了水或者是酒的液体嘛 同时具有情感交流与享乐的特性哦 那它的关键是 关键指示 享受感情的新的开始 丰富和满足 上天的祝福以及纯洁无加 我们看到这个它的背景啊 就是水池象征着丰富的情感 也是潜意识 然后流回到水池的泉水 代表感情的回馈 我们看到底下 它那个花是莲花 然后也是水元素的代表 然后同时代表追求灵性与源头 重新连结 然后上面这个还云啊 伸出一只手 然后捧着这个圣杯 象征感情的新开始 然后冒出了五道泉水 这代表了满足而一流出来的情感 然后它的杯子上面还有一个鸽子 然后口中闲着有画实质的 呃 钱币或者是圆饼 然后象征天上给的祝福 就是算是一种自助而天助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暗示在灵性上 是纯洁无瑕的状态 它的反义词是 呃 逆味的时候是改变没有回报的爱 不满足 无法把握机会 不确定性 及过度的享乐 哦